今年第二號颱風 馬娃在下午生成了 預報路徑有兩種走法 但還有變化 氣象局強調 目前距離台灣還是很遠 如果真的影響台灣 最快也是下個週末 但是現在應該要注意的是 梅雨封面 第四波即將在下個禮拜一報導 西半部 尤其是中部以北 可能會有短延時強降雨 民眾要特別留意 封面影響午後西北地區 出現強降雨 淡水馬路淹大水 差一點淹到店家裡面 機車騎士騎過 漸起大片水花 還有路面變成小溪流 根據氣象局統計 中午12點到下午3點 三個小時累積雨量 新北三隻97.5毫米 石门89毫米 淡水也有75毫米 但這道封面晚間減弱 周日各地天氣轉勤 但關島南南東方海面的熱地壓 下午2點增強為 今年第2號颱風馬娃 氣象局預測 未來朝北北溪轉西北移動 目前預報模式分歧 有兩種走法 一種是朝日本南方海面行進 另一種則是西進到菲律賓 短期內還會朝西北方向再移動 不過未來路徑 有可能會往偏襲一些 要靠近到台灣附近海面的話 大概也是一周之後 可能會插邊經過台灣 所以我們應該還要再觀察 大概在一兩次之後 才會斷定 由於馬娃距離台灣還非常遠 氣象局預測 即使影響台灣 最快可能是下週末的事 但民眾要先注意 下一波封面 屬於梅雨季第四波移動性封面 下週一晚間影響最劇烈 主要在西半部 尤其是中部以北 可能會出現短延時強降雨 甚至達到大雨等級 在封面逐漸漸往南壓的過程當中 整個西半部地區 可以看到降雨是非常的明顯 甚至會有短延時強降雨 跟局部大雨的出現 前一波封面主要降雨在海上 對南部水情幫助不大 水利數也希望 下週梅雨封面 能為南部水庫帶來進障 記者余生鮮王一仲 台北報導